欢迎收听节资料我是小姐 今天录音室是2023年5月28号 中午的11点26分 很少在中午录音 所以想到中午的时候想说 我对是中午 今天是我们新闻室播集的第17集 这系列我们会跟大家说一些 最近期的一些旅游时候要注意的东西 或者是说一些航空饭店 一些相关的新闻 还有一些便宜的票价 其实今天这一集能够提供的资讯 是相对少的 所以如果你没有听过EP167的话 也就是我们上一集新闻室播集 大家可以往前听 其实大概一两周以内的新闻 大概都还是可以互相通 除非有新的进展或者是新的改变 我才会再报一次 或者是它真的非常重要 但通常你如果没有听过 前几节新闻室播集 你只可以去听一下 今天都是一些提醒的部分 就跟大家稍微简单再讲一下 第一个是关岛 关岛是GUM的关岛 因为强烈台风的关系 所以已经淹水了 预计5月30号才会重新开放 今天录音时间是5月28号 两天后才重新开放 也可以预期 可能未来这个冲绳 可能在6月初 可能也会蛮惨的 因为这个台风 看起来是蛮强的 好险它是应该不会登入台湾 所以如果你有去 如果你这几天有关好去关岛 或者是说你未来这一周 要去冲绳的话 大家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航班资讯 或者是可能你的保险先买起来 因为我就也最近 没有6月3号会飞一趟 其实是不会影响到 我还是有买不变险 所以大家也可以去参考一些不变险 其实我这边就不做推荐 基本上你在Google 不变险空格什么班机掩误 大概就会有非常多的文章 像是Be Your Life 它有很多的比较 甚至用表格来讲 大家都可以直接去看一下 因为我觉得他们都讲得非常清楚 我就不要再搬运这些资讯 大家直接去看 我就直接把你们送到这些 很专业的人的地方直接去看 针对如果你是怕心理丢失 其实有心理丢失的不变险 如果你是怕说班机掩误 其实现在比较没有一个什么保险 是可以自误闹保下去 我觉得疫情前有 但疫情后我觉得 好像各家都有一些盘算 这样就是这边会偷一点 那边就多放一点 所以大家自己考虑一下 这个资讯就给大家 我觉得现在不变险真的无敌贵 真的是无敌贵 大家要分清楚 不变险跟铝评险的差别在哪里 这就是非常基本的支持 我相信大家就自己去Google 下一个新闻是ANA的bug票 ANAbug票是慢慢的在取消 我自己是已经被取消 10月已经被取消了 明年2月的好像也被取消了 这周的事情都被取消 有人就想说 有没有机会再飞出去 基本上没有机会 这个就是慢慢的砍过去 所以你没有被砍到 那就只是迟早的事情 也是跟当初讲的一样 这个东西就是一个乐透 就是一个乐透 如果你已经缴费 信用卡已经缴费 什么东西 你可以申请这个争议款 就是去跟银行讲 你截个图应该就可以争议款 因为这个事情闹蛮大的 所以应该是没有问题 这样 所以也提醒大家ANAbug票 这个你相关的要住宿 该退的要退 然后相关如果你有接駁 你要飞去亚加达等等的 记得也要去处理一下 这样 好 那这个是另外一者新闻 再来是 这就是5月28号了 所以6月1号 这个长榮外站的里程票 即将要改版 就是不能中停的这个版本 那详细 我们有之前有路易期 去特别讲这件事情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那讲简单一点 就是你还剩下几天可以逃 你听到这时间 到6月1号之前 都还可以逃 所以如果你要里程的话 还可以去做处理 但我那一集也有讲到说 其实也不一定要全出清 这个 虽然有些人全出清 但我觉得 这个就看人 就看人 因为我觉得长榮之后的放票 放给本家的 还是会比较多 如果你是Base台湾的话 还是价钱可以使用 或者是你常常跑台美线 例如说一年 会跑个一次 我觉得还是有 可以累积的一个点 但这个就是 给大家自己去做一些评估 再来下一个是 一些机场的讯息 因为机场 最近出国人数 其实非常多 尤其晚上的二行等等 其实常常要排到非常外面 然后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社群的消息 是说机场的停车 机场外围的停车 尤其是信用卡配合的停车 非常非常的急 我常常你可能 你拿着一架信用卡 想说yes 我办了一张什么 NA顶级卡之类的 结果你去机场接受 发现说 怎么都没办法停 你就变成说 其实如果你 因为我是不建议 你去使用外围停车 因为这个真的是很 真的是很满 我的消息是很满 如果你真的非用不可的话 你就说不行 我就怎么样 你要我都要开车去 请你多带几张卡 然后多带几张不同的卡 然后去做机场外围停车的折抵 因为如果你今天只带一架中信 可能你发现说 去那边可能国台可以用 台信可以用 但是就中信 这个没有办法用 因为它配合不一样 或者是说 它刚好配合的可能都满了 这也都非常有可能的 所以我建议大家就是 把你机场外围停车的 全部带上 当然我还是建议 就直接搭机场接送去 我觉得这是一个 比较简单的一个方式 也是提醒大家 机场停车是有点满的 那下一次新闻是 2024年行事里总算是出炉了 这个是我每年都会等的时间 那大家可以去 这个人事行政局的网站上去做查询 那今年其实大家也为人诟病的东西 就是这个廉价的部分太多 或者是说补价的部分太多 其实也是用一天工作 去补一天这个工作日 所以我自己是觉得也还好 但是明年的更动是这样 今年是只要看到什么礼拜四休 那礼拜五就会让你直接廉价 然后去往前面一个 往前一周的周末去做上班 补假补班日这样子 那明年的话没有 明年除了这个过年跟清明节以外 都没有去做这件事情 就不会自动帮你填补这个东西 所以过年你还是可以维持一个 印象中是七天的廉价 然后会有一天的补班日这样子 就我觉得是合理 我觉得是合理 清明节这边也是一样这样子 但整体来说你每一年放的价也是没有变 就是没有变 因为像今年2023年就有很多人抱怨说 这个每一年补价补班补班好累 这样其实也是一天换一天 所以明年就干脆就是做一个妥协 就我们只规定两个价是这个廉价 剩下大家自己要请假 自己请假 不要请假就随便你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也是一个alternative 因为其实之前的补价是蛮怪的 之前补价是要补在前一周的礼拜六 前一周礼拜六 其实又是如果你是预计要请 例如说你今天是中秋期礼拜四 2023年可能有些的礼拜 可能有些补班日 会是前一周礼拜六 如果你今天是想要来一个大波的 你想说我要请123 请123就有一个连续的价值 你又发现说因为补班日 你又被偷掉了一天 所以好像又有点没有太大意义 所以这个就很有趣 今年好像改成下一周 当周或下一周补班 对那这个就是一些资讯 总之这个2024年的行事历史出来了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以及规划下一年的行程 因为明年的行程 其实我是觉得 如果你是要兑换里程票的话 都会建议你300多点钱就换了 因为真的很满 非常的满 尤其如果你明年也要去什么奥运的 如果想去2024年 法国巴黎的奥运的话 你可能也要开始慢慢的准备了 开始想一下说我要去哪边 我怎么费 我搭哪一个 我用哪个礼生计划去换 我觉得一定会爆满的 所以也是在这边跟大家做一些提醒 做一些提醒 因为明年的这些票应该是 像现在是5月28号 所以已经可以换到明年的5月中了 这个大家就多加利用 好下一则新闻的话是谣言 不是说谣言 就是rumor 就是尚未证实的一些小新闻 有一个新闻是说 饭店集团Choice即将要把温德姆买下来 俗称的温大妈即将要把它买下来 我也希望这是真的 因为我自己有一点Choice的点数 如果可以把他的Choice的版图 可以expand 那当然是很好 但老实说Choice跟温大妈 都是我非常不熟悉的集团 所以这则谣言 这则传闻也是供给大家 下一则也是一个传闻 这个传闻是很久以前 大概在疫情中 K1就大韩航空即将收购汉亚航空 也就是说韩国的南韩的两家国际航空 即将整并为一家 那时候其实就有很多问题 因为很多玩星空联盟的人 都是冲汉亚的钻卡 就可以保持非常低的标准 就可以获得的星空联盟基因卡 这被吃掉之后变成说 K1它韩航空是立属于Skyteam Skyteam吃掉星空联盟 那要变成谁 那时候传闻是说 那就会维持Skyteam 那就很麻烦了 其实在亚洲就会少一个星空联盟的组合 然后对于商旅客来讲 大家可能就变成说要去冲土航 就是韩亚航空是相对于好冲的 就变成要转去冲土航这样 所以那时候其实就在商旅客有点发小 或有点去做讨论 但现在最新的传闻是说 可能这个并购可能是要破局了 可能是破局了 我们可以之后再follow up 那下一则新闻是我自己切身之痛 真的叫做切身之痛 因为我一直在每一集都跟大家听说 这个汇丰旅人卡 如果你是刚出来就办的人 你应该在上个月底 或上三个月就已经到齐了这个里程 因为这个汇丰旅人卡 这个飞行积分 其实它的效期非常怪 不是说你赚到之后算三年 太后分里程卡都是这样 它是你办卡之后到三年 直接起头是 例如说你是2020年的4月半的 那你的所有里程即将在2023年4月底过期 很怪 就是全部都是在2023年4月底过期 假如说你这些是2023年3月赚的里程 你也会在2023年4月 也就是一个月效期 非常非常的奇怪的一个规定 但这个规定也有另外一个好处 我等一下再说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是白目 我自己看到账单发现说 我明明就没有兑换里程 为什么里程不见了 就是他说什么扣掉几万这样子 我自己只有三万多的里程不见 然后我就看人家社群 也有人在抱怨这件事情 那我这边想提供个资讯 跟大家说 如果你有过期的可以进线 然后进线跟他讲说 我这个飞行积分过期了 那有没有办法处理掉 那他理论上他会 offer你 他帮你恢复 然后这个恢复的效期是一个月 是一个月 也就是说你要在一个月之内 把这个里程给花掉 也就是说他可以代步复活 但是只有一个月的效期 然后这个也提供给大家 那汇丰旅人卡他可以转的 这个航空里程真的非常非常多 有人就问我说 到底要转哪一家 那我自己是转长荣 我自己转长荣 因为其实这个汇丰旅人卡 这样转过去 如果你不是第一次转的话 应该是三天内到涨 但是我不敢保证 所以就当一周内 所以如果你今天才听到的话 6月1号前已经应该转不了 如果你要转其他的话 我觉得AC是个不错的 就是说就是这个加拿大航空 那如果你想转AV 就是艾丰旅人卡 我觉得也不错 那Flying Blue的话 Flying Blue其实他本身都有在特卖 特卖有时候价格 可能在0.4上下 所以我觉得就是转你常用的 假如说你自己base 就是这个滑航 那你就转滑航就好了 这个是我的想法 就是我觉得不需要到特大化 因为像我自己的里程 就是放太多加 所以我虽然知道AC很好用 但AC我丢过去 它又会变成机灵点数 像我在卡拉航空这边 又有8万里左右 我完全不知道 我卡拉航空8万里要怎么滑 那就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还是一样 里程就跟钻石一样 这是越大个越值钱 如果你到处都是小钻石 那其实就是没什么不什么值钱 这还是建议大家 不需要到最大化 因为通常最大化 我们是没有办法真的花到那么多 那么多里程的 所以转你常用的 或者是说你就计划性的 例如说你知道说你未来要去哪边 你就先转进去 然后下个月开票 这样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 这个是飞风旅轮卡的里程过期 其实可以打电话 连客服去做恢复的一个部分 好那接下来是新宇航空的新闻 又是新宇航空没有错 因为新宇航空每一个月 都一定会固定有新闻 那新宇航空即将开航 熊本 非常神秘 因为熊本是这个华航的独家航点 所以我不知道这个是怎么谈到的 非常厉害 那一举地在9月1号起会开航 那9月1号开始 这两个月呢 就9月跟10月呢 每一周会有三班 分别是周二周五跟周日 那飞行的机型 当然就是A321neo 这个不太意外 时间的话我觉得还不错 是早上的9点45分 那回程的话是下午的2点 这时间我觉得是算漂亮的 那就看这个 如果你想去熊本的话 那看你是要用这个华航 还是要用信誉 但是我的话我一定是会选华航 因为这个华航 我可能可以用这个 我们一直在讲的 微镇航空去做兑换 这个熊本是 在1000miles里面 会非常非常便宜 所以这个新闻也是提供给大家 信誉航空有开航 有需要利用的旅客 可以加紧利用这样子 下一则也是信誉航空的新闻 信誉航空其实在最近的旅展里面 已经有打一些折扣 大家可以去参考 例如说什么 限港或什么的 我应该上一集有讲 大家可以最近上一集 曼谷 其实大概都是1万块上下 1万整上下 那下来最近又有一个降价 就是台北洛杉矶的信誉航空 台北洛杉矶的信誉航空 已经降到了大概3万出头 大概30590左右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便宜的价格 相对于疫情期间 30590 那它的竞争队首相是华航的话 大概在3万3左右 所以现在新宇航空也是增加策略 再去做这个 再去做出销 没有办法 因为真的不一定有人会想搭 不一定会想搭 因为当分台北航线 我相信大家都有自己 忠诚的里程计划 所以 这个他们就必须要降价 去做一些竞争这样 那这边已经降到3万左右 会不会再降呢 不知道 大家可以去参考我们上一集 EP167 167这边有讲说 因为他们有跟着蜘蛛人联名 大家也可以去尝先看看 好 我们这一集的新闻说服 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 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记得帮我们分享出去 或者是可以讨论给我们 好 我们这集就到这边 我是小杰 我们下集见 拜拜